给北控队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看看今天 北京队的护匡 篮下禁区保护怎么样 不太好打啊 哈梅尔顿本身对抗性不弱 刘晓宇漂亮 这是刘晓宇回归后的第一个两分 看起来今天刘晓宇啊 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刘晓宇杀进去漂亮 一个传球的假动作啊 直接骗过防守 刘晓宇漂亮 哇 晓宇回来了 应该说相比于上一场的北控啊 今天北京的 无论是冲下篮板 还是篮下 晓宇接着往里杀 晓宇 扒住 桑林 小宇又杀进去了 好球 这个行进间的变相 小宇继续出道进攻 接着给小宇进攻时间不多了 必须自己处理了 拔三分 漂亮 小宇今天什么都有 方林 还是给小宇 但是方林走的比较早 漂亮 63平 接着杀进去 好球 今天刘小宇 突破三分 都有 刘小宇 变相非常漂亮 接着造杀伤 今天 看起来杰克逊 是可以多修一会儿 不过看这意思 今天杰克逊好像是不能上了 因为也不至于说之前打了快三截了 一分钟没上 看看同西的一大四小怎么样 外线 结束了 所以说北京手钢还是在主场凭借刘小宇的出色发挥 包括第四节 全队的外线火力最终是105比92战胜了同西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know you